精神科医师看上女病人竟然将其催眠爱上自己 今天为大家带来惊悚电影《提线木偶》 男主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精神科医师 他有一个同事兼好友俊姬 俊姬通过相亲结识了美丽的提线木偶师贤真 然而贤真仿佛隐藏着什么心事 时常会看到恐怖的电影 为了帮助贤真摆脱困境 俊姬拜托男主为贤真治疗 男主不好推脱只好答应了下来 很快俊姬带着贤真来了 男主第一眼就被贤真的气质所吸引 询问过后他发现贤真不仅有忧郁症 还患有人格分裂 事后他建议俊姬不要再和贤真往来 担心贤真发作会伤害他 但俊姬却觉得贤真十分可怜 并决定要对他比从前更好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 男主对贤真进行了催眠 换出他的另外一个人格 这个人格和内敛温柔的贤真完全相反 他一眼就看出了男主对贤真有意思 于是开始引诱男主 男主虽然心动 却不想破坏自己和俊姬的友谊 只能赶紧结束了催眠 不久之后 男主再次对贤真进行催眠 一步步地引导他 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 贤真脑中 闪过前男友惨死家中的画面 原来贤真曾经有一个十分相爱的男友 然而这个男人抛弃了他 贤真的另外一个人格不忍见他伤心 于是将前男友给杀了 但贤真因为人格分裂并不记得这件事 男主十分惊骇 但他不忍心把真相告诉给贤真 于是骗他说只是幻觉 某天他无意之中 从俊姬口中得知 二人并没有交往 原来俊姬还没来得及向贤真告白 本着为好兄弟打听的借口 男主试探地问贤真对俊姬是否有想法 贤真说自己愿意和俊姬交往 男主听完这个答案却面露苦笑 闲聊完毕 男主再次对贤真进行催眠治疗 贤真的另外一个人格却说 贤真喜欢的是男主而非俊姬 这让男主再次陷入了动摇 治疗结束之后 贤真就被俊姬劫走了 怀揣心事的男主却怎么也无法释怀 不久贤真的病情逐渐好转 整个人开朗了起来 俊姬十分感谢男主 男主对俊姬说 她看上了一个女病人 虽然被俊姬一番嘲笑 俊姬也由衷地为她感到开心 很快到了最后一次治疗 贤真像往常一样坐在躺椅上 男主却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于是利用催眠术 让贤真每天到自己家中和她优惠 每次结束之后 贤真又会忘记发生过什么 回到俊姬的身边 贤真就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 被男主呼之急来招之急去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 男主交了一个女友 她不再需要贤真 可是贤真因为催眠 还是会每天按时地来找她 有一次还差点被男主的女友发现 男主只好丢下贤真去找女友 贤真再次感受到了被抛弃的感觉 好不容易被压制的第二人格再次出现 但男主沉迷在甜蜜的爱河里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一天晚上 俊姬说自己准备向贤真求婚 并提到了贤真最近短暂性失忆的事情 男主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际上内心慌得一痞 第二天 贤真再次按时来找她 被她心烦意乱地赶走 然而没想到的是 俊姬跟在身后发现了这一切 她找到男主 跟她摊牌 男主答应解开贤真的催眠 她也那么做了 原本以为一切都可以恢复正轨 然而 俊姬向贤真求婚的时候 看到戒指的那一刻 贤真却想到了前男友 而这也勾出了她的痛苦的回忆 发狂的贤真释放出第二人格 杀死了俊姬 随后又找到男主 将她带到自己的工作室 虽然她不记得和男主在一起的日子 却迷恋男主身上的味道 随后她将男主做成了一个提线木偶 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恐怖指数》三星半 《提线木偶》上映于2013年 讲述精神病医生利用植物之变操纵病人 最后却自食恶果的故事 忍不住诱惑的人跨越了禁区 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咎由自取 如果说男主的恶是源于欲望 那女主的恶则是源自上一段感情带来的伤害 她披着仿如被妖魔缠身的精神疾病 实际上也只是内心的恶在作祟 只是可惜了炮灰机友 亲密好友瞒着自己干出格的事情 不计前嫌求婚职业 却惨遭女友杀害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这类电影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